10月14日,2019年,法国嘎那秋季电视节开幕,盛况空前。 一年一度的Meepcom法国嘎那电视节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视听产品和数字内容交易会,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人数超过一万多人。 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中国展台区,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家管电总局主办、上海SMG五万传播承办、欧洲综艺传媒、华人卫视协办的聚焦中国系列活动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这次共有50多家中国影视机构参长,将向全球观众展示中国影视产品的最新成果。 2018年,中国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钢纳电视节取得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2019年,聚焦中国活动将继续沿用去年精彩中国故事支援的主题,在主宾国活动的基础上升级活动规模,提升推荐质量,向世界持续介绍中国最新、最优质的影视节目内容,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展示中国影视产业的最新发展声况。 开幕日当天,聚焦中国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推广局局长张彦斌,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周济鸿, 嘎纳电视节组委会主席鲍尔·吉勒克,以及中外电视界专业人士共同出席了当天的聚焦中国开幕活动。 在开幕活动上,中国联合展台向全球发布了最新的形象标识。 有熊猫阿普 今年是中国连续第16年,在嘎纳电视节设立中国联合展台、本届中国联合展台的五十余家中国影视机构, 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SMG、五州传播中心、宁夏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卫视、湖南基因卡通等广电机构、华策、柠檬影业、药客传媒、杭州九样等影视公司、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B站、芒果TV、华为、蔚来电视等新媒体和技术企业、 幽阳文化、永生动漫、乐陶动漫、祖代文化、南宁峰值文化、杭州蒸汽工厂、节外动漫等动漫机构, 以及浙江中国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区和杭州中国国际动漫节等机构。 当天张燕斌局长、周继红副司长与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首席产业发展官刘浩新、 助理司长迪纳斯举行了会谈,就2020年中心建交30周年之际, 展开系列影视文化交流活动进行了沟通。 随后张燕斌局长、周继红副司长共同在中国联合展台区会晤了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奥和贝尔热, 双方就中法文化的通融互建进行了交流, 并希望两国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 据了解,本届嘎那电视节将持续到7月17日, 聚焦中国系列活动的四场主体活动和两场专题活动将在电视节期间依次推出。 这些是有趣的观看,看到了一种领域的领域和领域的领域, 是超约的领域, 这能够提供的意识的中国众生互进行业。 这些年轻人在中心存在上的热情中, 和我们在上的热情中, 中美国和中国是重要的 而是重要的 在视野文化中的文化 我们讨厌的电视剧 和视野文化 和我们的能力 在增加和增加我们的合作 我来这里真的不是第一次 应该是超过十次以上了 自己都数不清是多少次了 但这次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这次我代表 SME上市影业和 吴湾传播 两家公司一起来 到我们中国展台 今年特别踊跃 报名特别踊跃 中国有近五十家的展商的公司 来到我们特别漂亮的 中国红的展馆 应该说一年比一年 人数越来越多 大家越来越看着 Mapcom这么一个 很重要的电视节目的 一个交易的一个机会 大家在这里找到自己 寻求自己的一些 买和卖为交易的一个平台 然后又在这里 推销自己的影片 推销自己的电视节目 我们这次带来了 三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 有那个我们现在 刚刚开机的 在上海开机的 商业调查师 也有一个刚刚完成的 已经在发行的 叫青春抛物线 然后我们还带来 我们SME自己原创的 一道戏曲的一档节目 叫贺彩中华 同时我这里也特别 隆重介绍一部 我们刚刚在国内 大陆上映的一部 动画电影叫江南 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 对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在路口的地方 一进门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幅巨幅的一幅 动画电影的一个海报 叫江南 是一段师徒传承的一个 讲少年 历史成长的一个故事 这部电影刚刚在中国大陆 全院线上映了 在国庆节 那么我们接下去 也会向全球发行 向海外发行 明天我们就会在 嘎那的Fresh TV 那个推荐上面 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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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h TV上面 第一个推荐的节目 就是这个江南 昨天那个主持人跟我说 这是他看到现在节目里面 最喜欢的一个 我也特别荣幸 我觉得作为这个影片的出品人 我觉得我们三年的努力 没有白费 也希望全世界的观众 能喜欢这部电影 法国华人卫视 嘎那报道 欢迎订阅 欧视TV YouTube 视频 网站随时随地观看 中法热点事件 请输入MandarenTVYouTube 点击Saborney 也可点击右边的小铃铛 以随时接到订阅提示 请关注 欧视TVYouTube视频网站 谢谢了 电视频支持者 on